中国首当原创声音《魅力尽眼睁人秀》 声音齐静正在湖南卫视热播中 自节目开播以来 每一期都为观众精心呈现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赢得了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 上周六晚 柳云龙 梅婷 李光杰 张博 四位声音大咖原媚展现危险的声音 极度投入的完美演绎 让新生般感叹太难猜 张可音更是被队友坑称你妈来了 惹得现场笑声连连 本期节目中 梅婷在现经典唐山大地震 将影片中李源依32年后 再见女儿的激动愧疚 展现的淋漓精致 获得全场观众的一致点赞 随后的飞音环游记 更是一秒变回少女心 到未百变的配音 让本已猜出答案的心声般乱了正脚 而当牛俊风猜测生命大咖是许晴时 张可音直接否定不可能 一旁的海涛直接爆料 他还猜是他张可音妈呢 瞬间让紧张且充满悬念的现场变得笑声不断 可可也直呼可能要被逐出家门 据悉 凯莉曾与牛俊风在2007年合作电视剧网络年代 拍摄地点还曾是张可音当时的学校 如今三人以这样的方式再聚 也让不少观众感叹缘分不易 除了四位大咖带来了生动的生命大秀 随后在互相对标台词的环节中 节目组加大了难度 让柳云龙与李光杰分别化身北电和中戏的负责人 上演招生抢人大战 魔性的花式绕口令令观众报效不已 一旁观战的新生班成员张可音 身为中戏表演戏学生 更是瞬间入戏紧张到不停为师兄李光杰加油 去年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入学的张可音 在所有人眼中一直是学霸的代名词 参加声明奇境以来 除了展现出自己优秀的台词和表演功底外 还极为好学一直在舞台上向前辈大咖学习讨教 无论是和宁静郑凯的对戏 还是和赵立新英文流利对话与影证狂飙跃语 张可音的认真谦虚和细致入微让他圈粉无数 而他本身爽朗大放的性格更是极为讨喜 不免让人期待这个实力新生代 未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呈现给大家 就如同张可音合作过的前辈韩红层直言 这孩子能唱能演 未来不可估量